你们说要不要 要不要我去车上拿钥匙 二长 我去车上拿钥匙 我去车上拿钥匙 这真没有人 怎么可能有人 好那我去车上拿钥匙 好不好 我去哪 家伙你们 叫了吗 你们要不要 我这样子会不好 其实我只是 其实如果真的忘义 有人在里面怎么办 如果真的有人在里面怎么办 是我只是开玩笑的 跟阿长 等一下 我去跟阿长说 等一下 一定要是吧 钥匙 你们觉得钥匙 家伙们 我跟你们说 我跟你们说 我车上是没有钥匙的 我车上是没有钥匙 我没有带过来的 因为阿长这边有钥匙 我就没拿了 但是 我跟你讲 但是我只是想试一下 就是我想逗一下阿长 知道吧 如果真的我车上有钥匙 我也不可能去开的 是吧 万一如果说里面没人 如果里面没人 我开进去 那不是很尴尬 如果有人我开进去 也尴尬 对不对 但是我想逗一下阿长 你们等一下 你们等一下 我忽悠一下他 阿长 你哪个手机 我去 我去车上拿个钥匙 你钥匙在家里是吧 那你拿个手机 你跟 你跟家伙们聊 我去车上拿个钥匙 好吧 我正好打个电话 我刚才有个电话 我去哭一下 叫他们下午好 我还是坐着 坐着跟大家聊吧 对 我老板他今天过来了 你去拿钥匙 阿长会把人放跑的 我把谁放跑 家里面真的没人 我没骗我老板的 真的没人 只是我刚才 就是老板他到了之后 他跟我打电话 他都说 他说他都已经到这了 我就着急忙慌了 我就下来了 哎你好啊 你好 阿长下午好 是不是有 不是 我哪里来的女朋友啊 我有没有女朋友 你们还不知道吗 对吧 家人们 下午好 下午好 阿长陈总对你那么好 你有事 不要瞒着他 没有啊 我没瞒着他呀 我家里面真没人 就刚才你们说的那个 说什么偷果子的那个 他第二天就走了的 这衣服的话 应该是这旁边 就是这旁边还有一家邻居 应该是他们挂在这儿的 真的真的 真的没女朋友的 家人们 我没骗我老板的 而且 而且我觉得今天 陈哥也有点奇怪 家人们 真的 但是你为什么那么紧张呢 我没有紧张啊 就是老板一直说 我用女朋友什么什么的 我觉得 有点不好意思 她女朋友不是很正常吗 有就有了 可是关键是我没有啊 没有女朋友啊 你们都你们都知道的呀 我又没有女朋友 家人们 你们不知道吗 对吧 就陈哥他今天过来 他就看到 就是这外面挂了几件女孩子的衣服 知道吧 然后他就以为 我有女朋友了 然后家人们 还有一个 就是 你们也是的 真的你们 你们还跟什么 我老板说 我还带了个女孩子到这里面 到这里来 什么什么什么的 所以他可能就更误会了吧 这什么古东西 你这能用了吗 不行 你这看 这确实是个买土豆 对样子 所以我还觉得就是陈哥 他有点奇怪呀 他反而他还问我 就是就是账号 我这个号上怎么怎么有个女 就是发了个视频 还是还有个女孩子什么的 那个人不 我一直以为就是我也看到了 就是买土豆 那个我也看到视频了 我一直以为他是陈哥的朋友 不然的话 他应该是发 发不了作品到这上面去的 我一直以为是陈哥的女朋友 知道就是陈哥的朋友 知道吧 我以为 我以为是陈哥发上去的 但是 但是他今天过来 跑过来送我有女朋友 我我我没有搞懂他什么意思 没有女朋友哪来的女人的衣服 这我真的不知道 小姐们 我真的不知道 我有没有女朋友 你们是清楚的呀 我这这几天 我不是一直都在 我一直都在开直播 开直播吗 对吧 昨天前天吧 前天我好像也开了直播的呀 你们都知道的呀 我有没有女朋友 你们还不知道吗 都听懵了 其实我也懵了 现在凡个这是我老板 他跑过来问我 就是买我土豆的 那个女孩子是谁 他刚才是这样 是这样问我的吧 我一直以为他是陈哥的朋友啊 这里 那你现在坐在这里的是谁的家 这这里吗 这里你们不知道吗 这里就是我老板 我老板他之前租的房子呀 他之前租的 也不是也不是他的 是他之前租的 就是我们这山上 我一直在看秋香哈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给你派人来看着你的 不会 不会的 怎么可能呢 他在 他在逗你玩 不是刚才成哥跟你们聊的什么 哇就刚才成哥他偷偷跑到那边去跟你们聊天去了 叫什么 他跟你他跟你们 他跟你们聊了什么 成哥跟你们聊的你聊的什么呀 你们能不能跟我说一下 能不能跟我说一下 啊叫什么 他说他现在拿钥匙去了 我我就没骗他的啊 我怎么可能会骗我老板呢 他说他去拿钥匙开那个门 我知道啊 他说他去开拿钥匙去了 这个我知道啊 我问你们是 刚才他不是单独跟你们聊去了吗 他跟你们聊的什么呀 我问你声音听不下去吗 什么意思啊 他说你有朋友了 什么他什么意思 他说我有朋友了 什么意思啊 可能隔壁 对我怀疑可能也是隔壁的 真的不真的不是什么 陈总说是逗你玩 他逗我什么 是他跟你们讲 他刚才不是跟你们聊天吗 他跟你们聊什么 我问你们呀 他跟你们聊的什么呀 我老板他也有一段时间没过来了 我也不知道他今天就 莫名其妙就很奇怪的 就跑到这边来了 然后到了才打打我的电话 然后我就着急忙慌的 着急忙慌的下来了 知道吧 对阿长学历 我的理解能力有点 买土豆的女人是不是 买土豆的女人是不是 问你不是的啊 我也看到那个 我也看到视频了 但是那个视频都不是 都还不是我发的 是我一直以为他是就是 是成是成哥来帮忙发的 我就以为那个女的是成哥的朋友 就是我老板吗 我一直以为他是我老板的朋友 知道吧 但是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理解错啊 我感觉有点奇怪 知道吧 你们你们觉不觉得有点奇怪 那个 那个 那个买土豆那个女的 他应该是我老板的朋友 但是 今天我老板又为什么说 就是看到就是我这外面 挂了女人的衣服 女人的衣服 他就觉得是那个 就是是那个买我土豆的 而且感觉就是好像 他们两个不认识 他他说他他说不知道 什么 他说不知道 意思是他说 他不认识那个女的吗 还是什么意思啊 你老板和温宁啥关 他们应该就只是朋友吧 他们就只是朋友 成总也不知道那个视频 不可能家人们 不可能的 难道不是成总 难不成还是温宁 对吧 这个账号 这个账号 我给你们讲一下 就只有我 还有我老板成哥 还有就是温宁 就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密码的 其他人是不知道的 他不知道的话 意思就是 视频的话 他们也发不上去的 你们反正你们也知道的 我是不会撒谎的 就那个视频 反正我看到了 我看到那个视频了 就是买土豆那个视频 我看到了 我一直以为是就是成 成哥发上去的 所以那个就是买来买土豆的 就是成哥 成哥的朋友 可能他过来买土豆 都还可能是我老板安排的 我一直是这么想的 但是你们你们刚才说成哥 成哥说他不知道 那个来买土豆的 他不认识吗 你们是是这个意思吗 叫什么 晚上好 晚上好 我不是老板 晚上好 谢谢 对呀 我就想问是谁发的呢 肯定是我老板呀 除了我老板还能有谁呀 对吧 所以那个女的 她是认识的呀 但是她今天上来 她为什么又要问 又要问 这这这女生的这个衣服 是是谁的呢 是不是就是那个买我土豆的 那个女孩子的衣服呢 她为什么要这样问呢 对吧 我一直有那个来买土豆 是我成哥的朋友 然后家人们你们刚才也说了 这你们说成哥 他说他不知道 不可能的 如果不是成哥的话 那只能是温宁姐了呗 但是你们都知道温宁姐 温宁姐 她我们现在是什么情况 你们知道的 所以说根本不可能是温宁姐呀 只能是成哥呀 我一直以为是成哥 陈总考验你 她考验我什么呀 可能温宁派来了女的 不会吧 温宁她自己都没过来了 还派个女的过来干什么 对吧 陈总和温宁联合 不至于吧 她们两个没那么无聊吧 我觉得 陈总 阿长你好吗 我挺好的 我最近挺好的 谢谢啊 谢谢 谢谢关心啊 可有 那为什么认识你呢 不是啊 她 她不认识我呀 就是买土的那个人 她不认识我好吧 她不认识我 她只是过来把我土豆买走了 只当时后面我才发现 那那个买我土豆他把那个就是他当时是拿着手机的 我看到了的 当时那个那个他拍的那个竟然出现在我自己 我现在这个就这个账号上了 我看到了知道吧 所以我就当时我都觉得很奇怪 然后我又一想我我就我就觉得可能是成哥 因为我老板他经常干这种事 我感觉我就一直以为就是他知道吧 见前前面也是那句的 我反正我反正我听着声音挺像啊 是温宁的声音 与其不是不是不是是温宁我能认得出来的 因为我他虽然戴着口罩那些啊 但是 温宁的话就算他他带着口罩 我现在我也是能认得出来的 家人们呃不是温宁啊 真的这个 嗯我可以给家人你们说清楚的啊 那个那个就是买土豆那个女孩子 他肯定不是温宁啊 我一直以为他是成哥就是成哥的朋友 然后这个那视频呢也是成哥发上去的 但是家人们你们刚才又说 呃成哥说他不认识 是吧你们刚才说了成哥说 他不认识那个买我土豆的那个女孩子是吧 是不是啊家人们 刚才成哥成哥在跟你们聊天的聊天的家人现在还在不在啊 在的你们打个一 他到底认不认识啊 刚才成哥跟你们聊天的家人们在不在 在的在的麻烦打个一好吧 打个一 都不在吗 都是都是这后面才来的新人吗 你啊啊在是吧都在是吧 那刚才成哥说他不认识那个就是买我土豆的那个女的吗 啊家人们他说不认识 是吗 成哥成哥真的是这么跟你们讲的吗 是的我刚来啊 是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的话那就奇怪了呀 对吧那就那就有点奇怪了呀 陈总说你屋里常有人 这个我知道这个刚才成哥跟我说了 他就以为就是这外面怪的这女女孩子的衣服 就是我我这我这边我有女朋友了是他的他以为是他他这么想的 但是我哪里来的女朋友啊家人们你们都知道的对吧 我没有女朋友的这里衣服我我怀疑可能是邻居邻居家的吧 说不认识那 南部人南部人真是问你姐啊 谢谢谢谢送的这个叫什么这个棒棒糖啊 有两个 老阿姨分析事物事物 别说老阿姨啊 说阿姨就行了呗 对不对都是家人啊 是问你派的女人来 不会的不 我觉得不可能是问你姐的 但是又有点奇怪呀 那这又有点奇怪 你们知道吧 因为你因为你们都知道我问你姐和我之前他是已经决定了就是不会再过来了的 甚至于都还发生了发生了点事情对吧你们都知道的 这个账号现在根本不可能问你姐不可能在这上面再发再发视频的 对呀问你姐就 说穿了就是退了吗他已经不过来了对吧 问这个平平安安对呀你们都知道的呀 但是那视频不是我放上去的最前两天就是来买我土豆的那个那些视频不是我发的 真的不是我 我儿子比你大三十一了是阿姨啊 但还是阿姨啊 三十一是要比我大啊 哎 晚上好 对吧 不是 我觉得很奇怪呀 家人们 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可能是可能是我老板骗你们的家人吗 我觉得可能是我老板骗你们的 是吧那个那买我土豆的他肯定本来我本来我以为他就只是个就是过来买土豆的他最先过来的时候我我本来是这么想的 但是这后面就是视频就是出现在我这个账号上了的时候我就我我当时我就想到的肯定就是我老板吧 我老板派来的他是我可能是我老板的朋友我就这么想的 但是刚才你们又说陈哥说他不认识可能陈哥富佑的富佑的是可能陈哥这又再给大家开玩笑了 不是他还认识谁呢对吧 我不知道你们了你就是了不了解这个账号啊 就跟平时你们其他账号都是一样的是有密码的 就这个账号的密码就只有我还有我老板还有就是汪玲姐就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 你其他人想呃说想发个视频上去啊或者想怎么样不可能的他们进不去的知道吧 买土豆的人戴着口罩吗对呀 他虽然戴着口罩但是他肯定不是汪玲 你这个因为我跟汪玲姐我们接触了这么久知道吧 还是接触了两三个月 难不成他大汪玲姐戴个口罩我就认不出来了吗对吧 阿长你太幸运了每次卖货都有大老板卖你的 其实我当时我就这么想的 我就说我就说我这是踩了什么狗屎运了 这个视频就是出现在我这个账号上了之后 我就我就怀疑就是可能就是我老板他 他故意派来的人都知道吧 就是可以我老板可以派来过来可能就是 嗯说出来就是来帮我的 是啊 那是啊我知道那你还是这样帮我的 但是我老板说 哎你聊什么了 嗯 对跟家人们聊聊天 你你你你把钥匙拿来了吗这样吧你看我这是什么东西 我这是什么东西 沉重考验你考验什么啊 我都不要是他看成我老板跟你没讲的话我现在我都不好意思问他我就叫什么啥你闷聊什么刚才啊啊 他